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配上谁就还配 大米耶 二米耶 二米耶 小米耶 小米耶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哎呀 快 放这上 放这上就行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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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转 还帮大家的干活 别动 别动 这我来 哎 好好好好 哎呀 乔转 把衣服都弄脏了 没事 哎呀 受累了 来来来 奶奶给 咬 这儿去 咬 加多饱 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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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多长时间没看着你啦 嗯 你妈那病 好点没 我妈走了 啊 啥时候那事啊 不就是我放出来那头两天的事吗 他们都说是我给气死的 哎呀 孩子 你别上火了啊 这回咱出来了 就好好做人 哪跌倒哪爬起 知道不 咱们一定对得起你妈 对得起你家人 行吧 我跟您说奶奶 我这次属于表现好提前出来的 哎 脚下的泡网 那是自个儿磨的 未来的路啊 我知道怎么走 好 留你这句话 奶奶就放心了 你记住 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 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 好 奶奶 你就是我的亲奶奶 快快快 送快递去吧 快快快 哎呀 多好个孩子呀 哎 也可怜呐 不过呀 浪子回头金不换 放奶奶 哎 放奶奶 哎呀 看啊 谁边说 奶奶那头做饭你 我得忙活着 能借我颗白的吗 啊 这孩子 那不敢说白的吗 哪颗好 哪哪颗 太好了 能借我根葱吗 啊 葱啊 太好了 能借我头算吗 你还要啥 花椒 大料 精盐 胃素 再有半斤五花肉 那就更好了 你把这东西给我放下 不借不借吧 鸡啥呀 哎呀 孩子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看 奶奶刚炖了一锅五花肉白菜 谢谢奶奶 我得拿回吃吧 太好了 你爷呢 给家养壳躺着呢 病了 没病了 饿得 等着天上吊馅儿饼呢 哎啊 哎 看我又在这一块吃饭 谢谢发的了 谢谢发的了 你这就是条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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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哎呀 妈 馅儿给满回来了 来 咱借给这个粘子给你馋一下 还要我老师家洗蜡不 哎呀妈呀 但是呢 昨天丢一次给你找着又丢了 是啊 可能妈瘦了 手指头细了 你妈也不找找 把这回找着赶紧缠个伤啊 别就又丢了 掉哪了 做饭来的是不是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下午吃饭 等会儿等会儿 先别急着吃饭 你知道刚才我下班的时候 在小区看见谁了吗 谁 小六子 我也看见他了 是吧 还帮咱家干活了呢 干啥了 这不白菜帮我抱进来的 进咱们家没有 这不是抱进来他能不进来吗 哎呀妈呀 啊 检查一下 看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 丢了 咱妈那戒指丢了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行行行行 别往人身上赖啊 人小六子那孩子现在可好了 妈呀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 他是因为啥进去的 你忘了 那我知道 你怎么敢让他进咱们家呢 你说你呀 不是他吧 跟我说了 人家那里头是表现特别好 提前放出来的呀 表现好戒指咋没了呢 啊 刚才不就是他到咱家来了吗 不是 王小倩还来了呢 王小倩也来了 啊 好你个王小倩 不对 据我对王小倩的了解 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 就能证明这戒指不是他拿的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因为王小倩根本就不知道金戒指这玩意还值钱 他也不傻 他不傻呀 不傻啊 你咋不嫁给他呢 贪恋啊 放胆态 他只有两馒头 馒头啊 我看你长得像馒头 什么馒头啊 我问你 你过来往下 干嘛呀 二姑父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你认真地考虑好了再回答啊 假如马路上有一张十块钱 还有一个金戒指 你剪哪个 我剪十块钱 不是他 你咋不剪的金戒指呢 剪那破案干啥呀 别人再以为是我偷的 再削我一顿 多冤枉 你看 妈 你看 真不是他偷的 我就说嘛 肯定是小六子 二姑父 二姑父 咋个事啊 你我没看错 没谁了 好孩子 小六子放出来了 知道不 我知道啊 送快递呢 哎呦妈呀 还敢让他送快递 送快递那是什么活 谁家有人 谁家没人 他全清楚 小区都危险了 哎 你看 放出来第一天 把我妈这金戒指给偷了 上海了 哎呦 我幸亏没剪那金戒指 要么是不是占保了 太聪明了 看见没 妈 你这样 你给我表演一下 刚才他是怎么搬的白菜 啊 怎么搬的 刚才吧 我手里拿一颗 啊 这些都是他一盹抱进来的 他抱的 然后他把这堆放下以后呢 放下了 就把我这接过去了 哦 把这个接过来 啊 等会儿 看见没有 啊 哎呀这手法啊 啊 哎 就这么一接 哎 金戒指给撸下来了 啊 就是他 不能吧 咋的不能 还不能呢 算奶奶 啊 咋进去你不知道啊 啊 破案了 就他了 来 来 我打电话 对 打电话 打电话 你别管嘛 喂 嗯 小六子 你在什么房位呢 对 问他在哪呢 没出小区呢 太好了 来 太好了 来饭奶奶家一趟吧 我有个快递 送啥呀 送馒头 从老饭去送到老王家 你快点的吧 要不我一个抽抽了 啊 马上就到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他来了 你们谁不许智商 听我一个人的 啊 知不知商也是他 先跟他试试 喂 喂 我来了 哎呦 还是窝窝 找茜 小米粒 小米粒 咋个粒 快快 小米粒 哎呀 六子 哎哎 回来了啊 奶奶 那个奶奶其实也没啥事 哎 那个 哎 奶奶给你出道题呗 听好了啊 假如 马路上有十块钱 还有一个金戒指 你捡哪个 靠我 我捡金戒指 你这拿那十块钱 奶奶 我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应该两个一起捡 不踏 不踏 哎哎哎哎 哎你们把我打电话叫我来 就是给我玩脑筋机转弯啊 你们也不想想我是干嘛的 我送快递的呀 我送快递我天天干嘛 我天天我没事 我骑个车我就光转弯了 你们还跟我玩这个弯了 哈哈哈哈哈 这家给他狂呀 孙子 孙子奶奶求你了 你千万别碰那戒指的 别碰 我还是封无资格找我出去 找谁奶奶我帮你找 你别帮他找了 越找越乱 你嘚嘚着 你嘚嘚着 你那馒头呢 你让我给送馒头 看馒头呢 什么馒头啊 二姑父 这馒头个儿挺大呀 我看见了 各位我 好 二姑父 六子 你好你好 六子 你看你这出来了 也不跟姑父说一声呢 没几遍 姑父怎么也得请你吃顿饭呢 你不是说 吃顿小烧烤 外加一罐家多饱 啥时候我几几天 就变成多杯小烧烤 配家多饱 我们 下来了啊 哎呀二姑父 你这真想我呀 都把我这手指都拽秃鲁皮了 没出来了 六子哥 你看你可别这么叫 小姑咱差着倍儿呢 那杨过跟小龙女 不也差着倍儿呢吗 那那您说什么事儿吧 姑姑 月子哥 你手上戴的那个是啥呀 戒指呀 呀 你结婚啦 你结婚怎么能不告诉姑姑一声啊 没有 没有 这个 这个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呀 那能不能借给姑姑看看 可以呀 就摘不下来太紧 缠绳了 缠上绳了 缠挺紧的 你给不给姑姑看 你不给姑姑看 姑姑生气了 给给给 没有 妈妈 快出来一下 啥事儿呀妈 快来呀 咋的呢 快快快快 你来好好看看 这个戒指 你眼熟不 哎呦妈呀 这不就是我的吗 哎呦妈呀 这给哪找着的 在料子手上找着的 哎呦 六子呀 奶奶可得谢谢你呀 这戒指呀 奶奶就先丢了你呀 我到处找我 谢谢谢谢啊 你说人家这孩子给找 又没了呢 奶奶 这戒指是我的 哎呀 你手法挺纯硕啊你呀 真是我的 孩子啊 这个戒指 奶奶都戴了半辈子了 它怎么能是你的呢 那那那 真的是我的 哎呀孩子 这戒指是我的 那上那馅儿是你的 不是 这戒指和那馅儿 它都是我的 这是我妈给我的 这是恍上你撒的 头子关去屋 啊 六子 你跟我过来 坐下 六子 为了这么一个戒指 你怎么能 拿你妈当胆架牌呢 啊 你说你妈吧 你养这么大 她容易吗 现在她走了 你可不能因为她 往你妈身上泼张树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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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是不是丢了个戒指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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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的不错呀 你演的 截了眼 啊 截了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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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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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快递去了 哎呀 妈呀 她长得还挺理直气壮的 我就说她改不了 说还改得了 告诉你们两个 以后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听说 她刚才说什么 她说别戴有色眼镜看她 她怎么知道咱俩要戴眼镜呢 呀 是呢 行啦 您俩可别闹啦 发奶奶 俺俩没闹 快嘛 今儿早上没 早上呢 接 干嘛 这叫鳍飞呀 这不体格也飞不起啦 往哪飞呀 你说你还能不能干点儿事呢 我教你接两个馒头 你接这么长时间 那一锅菜都叫我吃了 你想厚死我是不是 你接啥馒头 我给这破案呢 哎呀 妈你这胸腋还破案 这破案人还要警察干吗 你滚一遍去吧你 这怎么破案呢 王叔来了 咋的呀 撑着了 跑这来的 多代价啊 老米啊 现在你这个做饭的基础 是越来越高了 你说 你说这个肉是越来越少了 佐料就是越来越多了 这话说的 佐料多它不香吗好吃 是 佐料多是香 但是你不能软的硬的 一块往里割吧 如果吃着吃 就听嘎嘣什么呀 把牙割掉一个 我拿出来一开 是个进截着 啊 进截着 你的 你的 我认的 你什么你 你你你 当年能家老饭 托我找百货公司的叔人给买的 对不对 就这个 是是是 我跟你们说 孩子们 那会儿那个截着和现在可不一样 现在这个截着你看画样那么多 都不一样 那会儿那个截着都是这一个模子卡下来的 一会儿一样 谁买都是 搭戒上戴截着都这一样 是你的吧 是是是 咋去 以后求婚啊就明目障胆的来 别往菜里搁对不对 走 你咋去 我看牙去我干什么去 这个 你牙子活掉了 你们干什么去是 老命谁啊 都是这个 哎呀 孩子 闹了半天 我这截着是掉汤锅里了 你看看 我看看 我看看 你看看 哎呦 这俩还真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呀 就缠绳了 嗯 妈 我不是说你的 啊 你要是也缠个绳 不就掉不了锅里了吗 就啊 不是我们说你 是 你说那截着早点缠个绳 你能原味那溜子吗 范奶奶 不是我说你 你要长生别说掉了 撸都撸不下来 就怨你 妈 你说这事 那溜子你让人放出来了 你说你这 哎呀 行了 行了 你说你们几个孩子 不是我说你们 刚才你们把溜子 给冤枉啥样啊你们了 就怨你 哎呀 这这这这这你二伯父 妈 妈 妈 你放心吧 你这事教育我啊 行啊 行 行 行 快点 往下 给溜子打电话让人来一趟 啊 二伯母 你放心吧 来 交给我 哎呀 太像了 喂 真的呀 你真是 小溜子 你来一趟啊 来了 二伯父 他让我滚犊子 我给他打 喂 溜子吗 我是你二伯父 对 你到我们家来一趟 我有个快递麻烦你一下 哎 他不来 哎呀 溜子 我是奶奶 你快过来一趟吧 奶奶真有事求你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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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快过来 你可好好跟人解释啊 你放心吧 哎 你放心 人家的冤枉坏了 这都没事 不要紧啊 奶奶 我来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六子 那个我们家有个快递 麻烦您给送一下 记什么呀 就这个戒指 记给谁啊 记给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媳妇 我回来了 老公 我在这 今天就算咱们两个人 来吧 媳妇 你听 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最主要的是 我们俩可以完全放松 对 我们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再也没有人管我们 我们想怎么穿 就怎么穿 再也不用管别人怎么看 让我们享受这二人 世界 快 媳妇啊 浪漫的时刻来到了 哎呀 哎呀 太浪漫了 小土豆 二驴子 二驴子踢骨道 不踢 我难受 哦 哪一个宝贝 小伙伴 我来了 哈哈哈 唉呀 我的妈呀 这俩孩子 大半天点什么蜡烛啊 哎 哈哈哈 妈你咋来了呢 啊 我一京子啊 你们刚搬家 肯定啥东西都没买去 你看 我都给你们带来了 哦 哎 妈妈妈妈妈妈 哎呀呀呀呀 这冰箱里啥都有 对呀 二姑娘啊 妈可告诉你 冰箱里的东西 要是割天数多了不能吃 我知道吧 尤其你怀着宝宝 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 对妈妈 现买现做 行 妈我知道了 那你走吧 再见 走啥走 刚来 我再瞅瞅你还缺啥 不是 妈妈妈 不缺了 就算是缺 回头这么方便 这现买都来得及 过日子哪能 那现上就要现大耳头眼啊 过去啊 你和妈妈 爸爸 大姐大姐夫 在一块过 对 油瓶倒了不用你们服 对 现在不压了 你们搬出来担过 两个小宝贝啊 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行 妈 咱考验可以改天再考 不回得今儿考是吧 好 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那我回了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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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一定说好 我知道 知道 记住了 妈 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好嘞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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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土豆 二驴子 二驴子踢土豆 不踢我难受 来吧宝贝 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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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白天点啥赖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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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你干啥来了 啊 干啥来了你啊 不是 二胡 你俩搬家这么大事儿 我不得表示表示吗 是啥呀 是啥玩意儿啊 包米花 我爷为了庆祝你俩 桥前之喜 把20年前的炉子都翻出来了 可以给你俩崩的 喱喱驴子踏 鞋都崩飞了 不是 你听说个谁乔牵直喜 有送豹米花的吗 我送啊 没听到那句话吗 豹米花 豹米花 越过越防 行行行行 行了 礼物收下来 快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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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鼓啥意思啊 我刚来就念 我走啊 再说了我又没拱手 来 什么样 挺浪漫的 吃多晚餐呢 坐吧坐吧 你觉得你装那儿合适吗 不太合适 二姑父 坐 谁把蜡烛给催灭了 这么气 这回齐活了 叶叶 这音乐不太适合亲嘴上 你觉得你攥这儿拧着半天 合适吗 挺尴尬的 那个那我走了 我走之后你俩好好亲 二姑父 我是不得把门带上 滚足吧 滚足吧 好嘞 媳妇 来 亲一个 行了 别亲了 没发现咱俩亲是个坎吗 你一撅嘴就来人 你一撅嘴就来人 这个挂过去 喝酒开始 还真是呢 不就好 哎呀 我这个好呀 哎呀 坏了 怎么了 要买酒了 没买那瓶鞋子 那还喝啥 搁啥喝呀 妈 把瓶鞋拿来 喊啥妈呀 咱是二人世界都搬出来了 妈不在这儿住 孩子们 瓶鞋子来了 等会儿妈 不是 不是 你这一趟一趟的 你咋进来的这是 对呀 我没有说来 咱家人手一份 连网老汤都有 哎呦 我这妈 我说怎么这么乱呢今天 妈 你专门来送瓶鞋子来了 不是 我刚才不瞅一圈吗 你家缺的小冬食物 我都给你治本来了 你看 哎呦 妈 你要是开医院地儿啊 你这是把杂货铺 帮我们家来了 啥杂货铺啊 过日子 这些小冬食物不能少 到前用着方便 行行行行 知道了知道了 我放进来 不是 你给我吧 妈 我帮你打打尾声吧 哎呀 不用收拾 妈 妈 不用 不用 我还有大姐 你妈 大姐 赶紧出来吧 不如收拾收拾 没事 大姐 大姐不在 你三姐在这呢 有啥事说 我说我这后肌 怎么搜不搜的凉风呢 我们家三疯子来了 哎 这天没黑的点啥辣 走 自己出去吧 啥事啊 你咋来了 我来啊 就是正式通知你 明天我也搬家了 你往哪儿搬呢 搬你屋啊 凭什么呀 我俩礼拜六礼拜天 还得回家住呢 你都出家了 你还回家干啥 谁出家了 我哪儿出家呀 那你俩搬出来干嘛呀 是不是嫌家里人烦呢 哎呀呀呀 小米丽 怎么能这么说呢 咱家多好啊 爸妈对我们两口可可好了 对呀 大姐大姐夫 对我俩也好 那意思我不好呗 你嫌我烦 你直接说我搬出去 不就完了吗 哎呀 谁说你烦了 没人说你烦 那你为啥搬出来呀 你说我不算数 我说过了 你一辈子都不跟我分开 还说我需要你的时候 喊一嗓子你就出现 现在也好使啊 你嗷嚷一嗓子 我不也一敢见识冲过去啊 刚才回家 喊了半年嗓子都喊哑了 你都没出现 哎 是 是 小米丽啊 我跟你姐呀 主要是想过过二人世界 你闭嘴巴 小土豆子 你愿意搬你自个儿搬 你干嘛把我二姐带走啊 以后化妆的时候涂谁的口红 配谁的香水啊 哎哎哎哎 我说我那口红香水怎么下去 那么快呢 我后受委屈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哄我了 小米丽啊 一 没有人敢欺负你 二 我也没哄过你啊 二姐不哄的 你说你也是啊 二驴子 你搬走就搬走吧 你干嘛把我二姐不能带走了 那我看一眼 我说老姑娘啊 你哪这么不讲理啊 人家是两口子 人搬家不一盹去 还给人分居啊 行了行了 妈 那什么 小米丽 你听姐跟你说啊 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吧 行 就算地吧 你看那个 你看我跟你二姐夫 出来住 你看租这房子这格局 跟人家一样一样的 那一屋就给你留的 你明天早上搬来不就完了 哎哎哎哎 干啥 说啥不乐意啊 不乐意 我凭啥搬过来啊 你让我搬我就搬呢 为啥我都跟着你啊 你是谁啊 人家不乐意 哎呀 那行吧 反正我让到市里 不来拉倒 那我别咋着搬来 真是 真是老丫头 这可了 你放心吧 放心吧 你眼乐了一袋 把食道我喝不着啊 慢点 慢点 爸呀这是 爸呀 把这扁拿过来干啥呀 这是咱家的家伙子 你记住啊 钱树光 以后你不管搬家到哪儿 必须把这个挂在屋里 哦 我记着了 哎 当初顺丰和阿尔美丽 结婚的时候呀 那我可高兴了 你说今天吧 这孩子突然搬出来耽误 我这心里头咋还空牢牢的呢 哎呀 行啊 孩子们高兴就行啊 妈 你说你整这两劲 整得我心里还挺不得劲的 是 我也没搬多远呢 那你跟我爸明天的小明儿 一早搬过来不就完了 哎哎哎哎哎 咋的 你有意见呢 我没意见 你有意见没意见 当啥呀 什么晚上我跟你妈就搬过来呀 我们俩没地方住了哦 离开你们 我们活不了啊 就是 咱明天中午搬吧 对呀 我打爹得收一收东西吧 哎哎哎哎 你在这干啥呢 你干干啥干啥呢 别在这跟这搅和 就是 赶紧回家吧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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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明儿早上来 你赶紧回家 你家晚上不吃饭呢 没说 没说 我来 我专门来 让你干点活 咱们都是干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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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下手袋 二驢子 二驢子踢手袋 不踢我难受 来吧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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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今天这家搬的呀 这怎么乱七八糟的呢 说的就是啊 你说说这东西 把整个家都快搬来了 哎呀这明天早上小米粒搬过来 中午爸妈搬过来 晚上大姐大姐夫知道了 肯定也得搬过来 哎 那个家不就空了吗 对呀 我这得出个主意顺峰 爸 你咋又来了呢 我给你出主意来了 你说 你看明天咱们全家都搬过来了 那房子不就空了吗 可不对吗 咱把那房子租出去吧 还租啥租啊 爸 说心里话吧 我们两口子也离不开你们 干脆搬回去吧 四叔 差不多得了 咱歇会吧 不嘞 我就不信开不开这把锁 你不累我累 我都占七个小时了 你是跟着开锁的 还是跟着开玩笑的 王小千 你啥意思啊 啊 你是质疑我的能力吗 我啥活干不了啊 我看你是啥也干不了 你把钱给我来 把钱给我来 哎哎哎哎哎 这么说话没意思了啊 小千 你说我能是奔着你这50块钱来的吗 那你是奔啥来的啊 我是冲着你这50块钱来的 那不一样呢 那把锁给你打开就完了呗 你着什么急啊 我能不是着急吗 演唱会的门票 就锁在这个箱子里边啊 我求爷爷告奶奶 小米粒才同意陪我去的 你要是能打开呢就打开 别耽误我事儿 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啊 你要是打不开的话 你把钱给我 我找个开锁的 给我钱给来 把钱给我 钱给我 行了 钱给你 临走前 自己四叔一句话啊 人长得越来越帅了 把皮静再改一改 我就完美了 四叔 你刚才说啥 说你把皮静改一改 你就完美了 不是 往前倒一句啊 说你长得越来越帅了 我越来越帅了 我越来越帅了 那可不得呢 我看现在还越来越像个明星 谁啊 吴亦凡 四叔 50块钱给你 再给我想想办法 小七儿 啊 我说 这50块钱 我绝对不会让你白花啊 你也知道你四叔 常在江湖走 遍地是朋友 啥意思啊 就是说呀 这锁我打不开 我实在不行 给你找个人开心 赶紧找人啊 我现在就打个话啊 好嘞 哎 老五啊 这儿有一个开箱子的活 30块钱 行 一 二 你赶紧过来 四叔 你一天能骗多钱 天儿 看你这话说的 我挣完钱 不得请你喝酒 你挣我钱 请我喝酒 那行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介绍这个人啊 老厉害了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那就没有他开不开的箱子 真的 大可不大 大可太好 我是一个木匠 在我的世界里 我认为所有的事物 都能用一套完美的数学公式 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今天 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开箱子 四哥 五哥 这是他的 啥 虽然 哎呀 哎呀 师哥 我地板 我地板 老五 你可算来了 今天这事啊 特别着急 要不我都不能请你出事案子 四哥 别着急 我着急 兄弟 遇事别着急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 我都能用一套完美的数学公式 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今天谁的事 他的事 他的事 你好 一点都不好 箱子锁上了 开锁呀 开锁 那更简单了 我用一套公式 假设这个锁 是X 钥匙是Y 想要找到钥匙Y 那么用斯坦克维亚定律 Y就等于X乘以口塞眼的平方值 再乘以根号下的拍 啥意思啊 就是说没有钥匙开不开 你给我除去 不是 我说我干啥呀 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什么箱子都能开吗 我是木匠 索我开不开 箱子我能给它锯开 出去 快出去 不不不不 四哥 我看出来了 今天这儿我也待不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长得帅的人脾气都大 回来 我刚才说啥 我说你脾气大 咋的 不是那句 上一句 我说你人长得帅 咋的 你也看出来了 刚才四叔刚夸我说我长得像吴亦凡 你可不像吴亦凡 你哪长得像吴亦凡呢 你说谁不像吴亦凡呢 明明长得像陆寒 不行我找个人吧 你找谁啊 六弟 哎呀嘛 六弟这个人可老厉害 我听说啊 六弟就在开锁行业那是这个 就别说你家的小锁了 绑那个老虎笼子那大锁 人家都开过 那可真厉害 住了三十来年院 你不陪我开完巷子 四叔你出去待会儿吧 什么两碗两碗 四哥 四哥我打电话啊 靠谱吧 这人呢 六弟啊 你搁哪呢 我这儿有个活开锁 对 十块钱活 你赶紧的 四哥 马上就到 五哥 六弟 最美不过是一样的 我这儿有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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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六弟啊 哦 我忘给你介绍了 我姓张 我叫张五哥 我姓宋 我叫宋六弟 我姓宋 你来咋认识的呀 闲言少叙 办正事 给谁开锁呀 六弟 给他开锁 你躲开 我得问你两句啊 你是这家主人呐 啊 姓啥 我叫王小翘 问你姓啥 没问你叫啥 这个磨叽啊 大爷你快点吧 今年多大了 二十七 有缘呐 有缘 你看啊 你二十七 我七十二 这就等于说是 这是我和你有缘呐 我和你有缘呐 我和你有缘呐 大爷大爷大爷 大爷大爷 鱼鱼鱼鱼 大爷你别唱了 咱开箱子行吗 咋这么猴急呢 我不得问清楚了吗 不能谁让开都开 在这方面我受过伤 当年呐 就是没问清楚就开开开开 跟我开一万去了 那咱先开锁行吗 不是 这个我们都可以作证 这个箱子绝对没有危险 我们给你作证 那行 咱们就开锁 开锁开锁开锁 哪个锁 这个 我抽抽 我抽 我的猫 多好的箱子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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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箱子 看锁 对 怎么都送我箱子来呢 嗯 这把锁我曾经开过 历史悠久 它生产于1976年秋天 那是一个秋天 你还在谈恋 大爷大爷大爷 没让你开唱 让你开箱子 你要开不开你就回家吧 你说啥 你要开不开就回家吧 你说啥 没事了 没事就别说话 我开了 到底啥人都啊 不是你就把箱子给它打开就完了呗 今天我们兄弟四人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 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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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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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差最后一个字啊 那咋办呢 咋办 咋办 打电话 哎呀 哎 说四个 这儿有个开锁的硬活 赶紧过来 一人两块钱快点啊 不行不行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还能够东西啊 马上就到 来来来 你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给我找一个 干脆 赶紧上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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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小米粒 你这个时候来干啥呀 还整这个发型 配合他们演蛇惊呢 演啥蛇惊 演啥蛇惊 演啥蛇惊啊 是不是你哭着喊着 让我陪你看演照会的 八级大风啊 我在门口等四个小时 都没看见你 你看见我这疼我吹的 那啥 小米粒啊 你再回去吹一会儿去 他们七兄弟已经聚齐了 箱子肯定能打开 什么箱子 啥箱子 就这个箱子 这里边有演唱会的门票 你也知道 这票特别难买 我怕这丢了 就锁箱子里边了 我一想啊 万一钥匙丢了呢 我把钥匙也锁里边了 你说我捡不 捡 捡个屁 当我想取票的时候 才知道没有钥匙 根本打不开箱子 那你到底找开个公司啦 关键问题来了 我四叔说的啥都能干 开了七个小时没开开 竟我开来了七兄弟 这些兄弟你到底开呀 不是 这都开呀 这是我们的 咱们的 咱们的 那是我 就是我们的 开开了 小美烈 还是你厉害 走 看演讲会 走走 看啥演讲会都散场了 王小千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 是不是又是夸你长得帅了 夸你体勁 你就长不长腿了 不是 小美烈 你先别生气 王小千不一直有这毛病吗 再别急 四哥 你说你也是 你好好修你的马桶呗 你跑着来修什么锁呢 你干一行就得钻一行 没有那金刚钻 一段你就别拦那瓷器活 他的实施的靠自己的本事 挣点钱多好 还有你们几个 给大家装什么葫芦娃呀 我看你们整个就是个江南奇怪 长点心吧 小美烈 小美烈 你先等一会儿 等我一会儿啊 哥这个今天不好意思了啊 让大家白跑一趟 你们先回去吧 过两天我请你们吃饭 我们先走了四哥 没帮上你们 不好意思啊 哎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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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行 天下这事 对不起啊 我给你添麻烦的 这五十块钱 私手还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我都已经习惯了 我觉得世间万物 都能用一个合理的方式 给她一个完美的解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啥也不是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的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陪上谁就还陪 嘿嘿嘿 大你也 二你也 二你也 小你也 小你也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